我們來吃羊肉湯 羊肉的甜味也會進到那個湯裡面 跟當歸做結合 喔 小豬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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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95 小豬師 小豬師 最近好冷喔 很想喝湯 可是我不敢吃雞 豬 牛 鴨 魚 該怎麼辦 995995 我想到了 來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豬師995 這個單元 今天呢 天氣冷 想喝湯 但你不敢吃牛肉怎麼辦 那就不要吃牛肉啊 沒關係羊肉湯 好不好 這邊也跟大家分享 因為羊肉比較容易鬆散 所以呢 我會建議把它放在展覽上 然後探皮 就撒一點的冷蔥就好了 海白粉 你就等放著 就不要動它了 好 接下來呢就是薑絲羊肉湯 最重要的湯底 就是甜味要夠 香氣要煮 怎麼做呢 雞骨架 加一點蒜的醬 然後蔥給先把它折一下 當歸 加水 剛好看到我們的雞骨架 進天鍋呢 我們就煮一小時的時間 一個小時了 我們的湯好了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很奇妙的那個當歸香 就用這個湯呢 來煮我們的醬子醬肉湯 它就超級好喝 好 你看我們的高湯呢 現在我們再把它煮滾 好的時候 我把它轉小一點 把它下去 因為羊肉它也不適合煮太久 然後現在下去的時候 那個羊肉的甜味 也會進到那個湯 跟當歸做結合 喔 我愛羊肉 來 已經滾了 確定它OK了 火關掉 再來小薑絲 然後米酒 下來鹽那一調味 就是紅酒餐湯 對 甜的香 喔 真的很好喝 快點 我敢喝 如果不敢吃牛肉 就是羊肉 如果真的不敢吃羊肉 拜託你吃一下 有沒有真的好喝 喔 又甜又香又男生 真的 吃吃看 參加料理二三聖誕交換禮物了嗎 趕快留言 說你想要吃到新送食的禮物 或者就告訴我 你真的還要吃牛肉 然後你需要吃牛肉 我一定幫你吃牛肉 我一定會準備 我最勇氣的禮物來送給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喔 好 好 好